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 请坐 请看《大经科著》第567页 第567页第1号 第1号 行安大死 劝法菩提行文 这篇文章是很有名的 读诵的人非常之多 大死是我们尽宗第十一代的祖师 这篇文章里面说 若无世间死长,则不知离意 若无除世死长,则不解佛法 我们读得这两句 感触很深 现在佛法摔了 可以说是摔到极处 中国过去 2000年来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个样子 这什么原因呢,就在这两句 现在的年轻人 不懂得孝顺父母 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老师教导 在中国古事后 在中国古时候 我这个年龄还占了一点边缘 小我三岁的 小我三岁的就不知道了 古人 教孝顺道 是从小 父母在家里头 孝敬他的父母 小孩看见了 这小孩多大呢 在出生 这一出生呢 他就会看 会听 虽然不会说话 他非常灵光 全都记在心上 所以古人讲啊 交而应害 不是小孩 应害 教父出来 听讲一句话 非常有道理 教儿女 儿女从出生那一天 就要开始教 做父母的 孝顺自己的父母 让他看 他就学会了